将赴死十六国后颜成武帝慕容锤皇后断世 公元358年 慕容锤之妃断妃应受可族魂皇后诬陷还冤而死 之后慕容锤对自己没能保护好断妃十分内疚 愧恨便把她的堂妹 先被族断部首领断衣的女儿娶为妃子 作为精神寄托 不料婚后不久 可族魂皇后硬是把断妃降到了一般夫人的地位 而把自己妹妹长安军塞给慕容锤 慕容锤无奈 只好与长安军逢场作戏 暗中更加宠爱段夫人 后来段夫人为慕容锤先后生下了慕容狼和慕容剑两个儿子 慕容锤为了摆脱可族魂皇后的排挤 一气之下便带着段夫人投奔了前秦国君福坚 到了前秦国都长安不久 段夫人就投入了福坚的怀抱 公元383年 慕容锤成福坚南征大败之机 举其反秦大旗 于第二年建立后宴 自称皇帝 四年之后 段夫人也被升格为皇后 在段皇后正式被立为皇后之前 慕容锤已将承招皇后的儿子慕容宝立为太子 慕容宝沉溺于酒色 办事托拉推诿 不务正业 段皇后看在眼里 对慕容锤说 太平之事 慕容宝尚可守住后宴的家业 帝国家现在步履为奸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胜任 辽西 高扬二王 是陛下贤子不如在他们当中挑选一个立为太子 赵王慕容林阴险巧诈 刚毕自用最终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希望陛下及早把他除掉段皇后的话并没有引起慕容锤的重视 但却很快被慕容宝和慕容林知晓 把他们气得暴跳如雷 但段皇后有慕容锤做靠山 慕容宝对他也无可奈何 建兴十一年公元三百九十六年四月 慕容锤病死 段皇后既为他的去世悲痛欲绝 又为慕容宝继承地位恐惧不安 同年五月已瞅这天 慕容宝让慕容林去逼段太后自杀 若他自杀 便可保全段氏家族 否则就杀他全家 段太后怒不可遏 立声骂道 你们弟兄能逼死母亲 还能守不住先言 如果你们认为我怕死 那就错了 我只是顾念着国家 才活到今天 说完 仰起头 走进寝室 愤然自杀 段太后嗜好尘埃皇后 葬于龙城 今辽宁朝阳 宣平林